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們要來金頭腦 把十萬塊帶回去 暈開 加油 走 熱鬥 不一定的打開口啦 以而大學 加油 加油 張師公費 所向無敵 同心協力 拿到十萬 彰化師大 懲罰金頭腦 Yeah 十萬元 倒數開始 歡迎收看金頭腦 好 本週的主題是 全台灣最聰明的大專院校 這個有這麼多大專院校來對抗 總冠軍呢 可以獲得十萬塊的獎金 還有美麗性酒店 然後還有只要進入到第五天的話 你有一個 Jump from Pateron的包包 這個包包很特別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不是畫上去的 這是真的可以用的包包 是 看起來扁扁的 對 圍棋呢 我們這個連續四週 也就是二十八天 各大專院校在這邊 摩前茶掌 每個人信誓旦旦 因為剛開學嘛 所以我們給他們這個原地 好好的衝擊他們的智商 同時呢 這個第一週冠軍有十萬 第二週冠軍有十萬 第三週冠軍有十萬 第四週的總冠軍 還是十萬 但是可以拿兩次 拿兩次十萬 但是亞軍會有獎金最後一次 所以今天來參加的是 五個大專院校 歡迎三十位同學 因為我覺得很厲害 在台灣 真的看不出來大一大四的差別 有啦 你看那個大一的還是很小 你看 你看宜蘭那個吳家芳 看起來像國小 但是 林同學你是大一嘛對不對 對啊 然後謝同學也是大四啊 你看 差不多啊 是 可是其他看起來就比較成熟了 你看那蔡仁祥 好像叫我主任 有啊 蔡仁祥也是大四啊 來來麥克風 你是大三 專攻什麼 專攻科學理化方面 哦 那這邊要介紹的是 這邊彰化師範大學 那位八爺是 七爺八爺 然後你 柯蘇文跟洪瑞謙站在一起 哇 這真的切牙不牙了 在剛剛好了 你們都同班嗎 不同 我們都不同科系 都不同科系 同年 不同年 怎麼著急 就是我們是找我們學校的工費生一起 然後我是認識林啟軒 他數學系的 然後我們在分別去找人 是 那你要不要介紹你們的強項是 強項嗎 我覺得啟軒是就是理工方面很好 然後英文也很好 對 然後 日文他是英文系的 然後大一 然後他應該是 因為他高中念三類 所以他應該全都可以 可是英文很強在我們節目當中 發揮的效益沒有那麼大對不對 英文題少嘛 對 不一定 文史比較多 對 也許這次方向會不一樣 對 那 我自己是國文系的 是 對 那洪瑞謙是對宗教信仰比較人 他的 包括台灣各大廟會的什麼廟集 他都很懂 好 那你想想是什麼 我想像 跟齊軒一樣也是 樹梨吧 不過我偏 因為我有看一些課外讀物 你會在意你的女朋友像柯淑文這樣嗎 應該是還好 能找到就好 有教過這麼 這種 暫時沒有戀愛經驗 高處無聲韓 到現在還沒談過戀愛 柯淑文你好 你在學校什麼社團 我在學校是管樂社 管樂社 所以音樂你強項 音樂 對 音樂沒問題 很像對不對 算是 算是 跟隔壁這位同學是第一次見面對不對 對 這樣看他會脖子痠 會有點壓迫感 是 希望你們成績像他身高一樣那麼好 謝謝你們 謝謝 接下來台灣大學在前面對不對 召集人誰 我 你好 你幾次看到台大這邊的表現 你個人感想如何 就是說你沒看 也都有看 就是有看一次是皇家誠得亞軍 另外一次 另外一次就是那個 楊明的張高榮得冠軍那一次 嗯 就是都打到亞軍 嗯 曾經有認識過他們嗎 還是是 不認識 應該不認識 都是學長了啦 呃 黃佳誠應該是跟我們同屆的 他現在大二這樣 所以沒有問他幾個意見啊 或者是有什麼 特別的 作戰的策略 對 策略 就是沒有認識的機會 所以沒有去問 你們是同一班嗎 不是 我是哲學系 哲學系 在這個題目上是會有用到的 哲學 哲學有包括什麼 哲學 哲學就是 philosophy 然後 對 你要講英文他才會用 要不然 他中文 中文可能29個人懂就在一個 哲學啦 對不對 那其他還有什麼科系的 呃 這一位是法律系的 哦 那鄭妮呢 然後三號是那個政治系 政治 有法律 對 有政治 然後這一位是歷史系的 歷史的 哦 都包括在裡面耶 真的耶 那另外一位音樂 另外一位是跟我同學 也是哲學系的 那你沒有辦法會音樂的 音樂那 就放棄了 就儘量打吧 能夠尿到台大 應該是涉率還蠻廣的啦 好 最後一所大學是 哪一所 政治大學 政治大學 在 在木柵 對 召集人是你 召集人是我 對 也是四個女生 你很會搶 搶四個女生 沒有 就是有沒有找 戲上另外一個男生 只是就是剛好他就是有事 這樣 大幾啊 我們都是大一 大一 對 今天呢 六個學校同學是打第一波啦 我們圍期28天 四周都是這種大學的 有機會 這個大學有可能 在最後 會獲得兩個十萬的 有可能 所以各位要加油啦 今天的規則是 積分淘汰賽 聽完提醒後 各校自行指派答題者 率先拿到六分者 即可晉級 而關鍵的第一題 各隊會如何指派隊員呢 真實派還有各個隊員 我有國文系的 對 好 那我就下去了 加油 加油 請準備 請出題 成語 招生目死 比喻壽命很短 早上才出生 晚上即死亡 請問 招生目死 招生目死 最初 是指哪種生物 一 蝴蝶 二 蝉 三 浮游 四 小麥花 請作答 請作答 台灣大學按最快的 其他後來 包包包包 跑這數字都一樣 只有政治大學選二 蝉 來 謝 佳 謝佳 贏 你的麥克風 你為什麼會選二 就是我記得蝉的生命好像很短 就是他從土裡鑽出來之後 好像就會馬上就是在交配完就會死亡的樣子 蛤 蠶怎麼會在土裡鑽出來 就是他從幼蟲變成 就是乘蟲 那你怎麼 那你夏天怎麼聽到 很大聲 你怎麼聽到 就是夏天他才會鑽出來 我記得 對啊 可是你如果一天死亡 怎麼樹上都是 而且我告訴你 他會尿尿的 我跟你講 我去 被尿過 我去 真的 我去廈門露營的時候 除了外景 太陽很大 那個雨就像飄得細雨 那我說奇怪的 我就問當地人說 這個太陽那麼大 你們怎麼會下去 哦 那是蝉的尿尿 那你那個時候是 不是真的是尿 但是不會臭 它就像細雨一樣飄的 那你說如果這樣鑽出來就死掉 它那有機會 沒有啊 對不對 蝉我記得好像 它生命週期是七天 比較長一點 七天啊 一滴話死掉的就是七天 好 那沒有人選蝴蝶 蝴蝶可以飛那麼久 蝴蝶也有很短命的 也有很長命的 那你不能說意外啦 當然意外就是 不是它自然的生命週期 但是有人選三我們四 最快的邱 紫瑄啊來 你按最快 三 蝴蝶啊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這個蝴蝶應該是出現在那個莊子裡面 就是 莊子它就是講有 像蝴蝶很像生命很短暫的生物 也有像就是一種很大的樹 它以八千年為春 八千年為秋 就是八千年對外來講 就只是一個 就像是一個季節一樣 然後它好像是說 這兩種生物其實 如果以天地一體的角度來看 它們其實是一樣的 然後蝶的話我記得應該是 壽命應該是從土裡鑽出來的時候 應該是一個月 然後在土裡的話可能會好幾年 我記得有一種叫十七年蝶 它可能會在土裡在十七年才會鑽出來 十七年才鑽出來 主持人好 妳好 就是我之前好像看過一個電影 叫《第八日的蝶》 然後裡面有講說蝶只能火七天 然後我就把 因為一跟四一定不可能 然後二跟三的話 我就因為這樣把二刪掉 所以我就選三 五個選三一個選二 請公布正確解答 三 蝴蝶 招生勿死這句成語 出現在環南網 劉安的環南紫州 是形容蝴蝶生命的短暫 而這種最原始的有識昆蟲 在成蟲時期 由於口氣退化 無法進食 很快就會死亡 但從幼蟲 到成蟲的整體生命 還是相當長的 因此招生勿死 其實是古人對這種生物的誤解 發明史上最大謎團 將在今天揭曉答案 艾迪生 為什麼要刻意降低 烏絲電燈泡的亮度 一二三四都很爽 那時候用大直 然後如果一下子轉變太大的話 會不會覺得太 要沒有沒關係 對的 對的 只有正大沒有等分 若在選派代表上 不多用眼星 分數的差距 可是會逐漸擴大 各位在這個比賽要認真 有人過了六分 這個比賽就暫時終止 如果六分之後落敗的 還停留在0分1分的 就淘汰了 連敗不復活的機會都沒有 十四題請準備 請出題 德國小鎮的某間農場 近日被報導出 發生爆炸災害 導致樹頭乳牛受傷 而爆炸起源 近日已見 看似稀鬆平常的小事 但卻是引起此項災害的關鍵 請問 造成此項災害的起源 是下列何者 一 攻擊沒有提叫 二 牧羊犬發情 三 乳牛放屁 四 農夫沒割草 請作答 一二三四都有人選 是 除非你是看過這個新聞 不然要猜也很難 因為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 對 因為小事發生了 才會變成一個趣聞 對 他應該有自己的想法 為什麼會選這些 政治大學選一 吳盈蓉請說 攻擊沒有叫 這題其實我是用猜的 就感覺攻擊沒有提叫的話 可能就是會產生 時間上的認知有錯誤 所以我就感覺這應該還滿嚴重的 所以我就選攻擊沒有提叫 師範大學選二 林玉文你選擇二是 牧羊犬發情 我剛剛想了應該是三 就是 有早氣太多而爆炸 可是那時候就是用猜的猜二 我以為是 就是他們沒有去趕去吃草之類的 所以他們就 就爆 就是有意外發生的時候 沒辦法逃走 就是你以為是另外一個 周圍的什麼東西發生 然後他們沒辦法離開 他是說牧羊犬 因為沒有去趕那些牛 所以牛在那個 不應該在的地方 放了屁就火炸了 拉得好遠喔 雖然是乳牛放屁造成的 可是因為牧羊犬沒有趕開 所以是算牧羊犬 所以這個責任算牧羊犬了 牧羊犬發情才會去趕 對 好 選擇四 也是一位 雲林科大 農夫沒割草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是 火災之後 然後他又沒割草 然後牛走出去 然後就走不出去 所以我是 不是 你應該是說他沒割草 草太長才會著火 沒有割草 然後乾掉 然後就這樣子就造成火 對 草太長也容易 你看那個 有時候清明掃墓的時候 那個墓地草沒有割乾草很多 所以常常身上 掃墓掃的火災 一燒就野火燎原 但那個有一個火的啟發 因為你在掃墓的時候也有可能會有 有 掃紙錢打鞭炮 結果有可能就著火了 對 有的因為清炒很麻煩 他乾脆用燒的 因為要割 有的人就燒掉一片草就好 當肥料 炒就乾淨了 那他講的草太長 農夫沒割草才會產生火災 先一二四先問 現在統一的是三的 我們再來問 宜蘭大學李毅全請說 我記得我看過報道 那好像是因為乳牛 它會排放出一種氣體 然後那個時候是 不知道哪裡來的火源 然後引起爆炸這樣子 可是如果一頭乳牛放的話 氣有那麼夠嗎 可是你有這麼一百多頭乳牛 如果同時要放 那個時間算很準 應該是累積的吧 就是如果你在一個房間 然後很多一直在放 你放了還散不掉 他放在上面 就連起就碰碰就來了 對就好悶喔 是啊 有時候那個 真的有時候屁會散不掉 真的 請公布證據解答 3 乳牛放屁 出著火你看看 這是近日 發生於德國 某個小鎮農場的新聞 由於乳牛 在通風不良的牛舍中 不斷放屁 累積了大量甲腕 結果再次偶然的靜電反應下 引發了爆炸事件 不僅將牛棚屋頂炸毀 還有樹頭乳牛 因此受傷 佔據領先的台大 接下來 會推派誰來作塔呢 那高中的時候 念過戰略組 所以 但是比較有科學背景 所以我們派他去 加油 好 文文拿分 請準備 請出訂 艾迪生 發明烏絲電燈炮後 便開始向大眾推銷 這項跨時代的新產品 持久的明亮 是烏絲電燈炮的優點 但當時艾迪生 卻販售 卻販售刻意降低亮度的烏絲電燈炮 請問 艾迪生 艾迪生 為什麼 要刻意降低烏絲電燈炮的亮度 1 怕太亮 大家不接受 2 考慮生產成本 3 當時電壓不穩定 4 延長燈絲的壽命 1 請作答 1 2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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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1 1 2 1 1 2 1 1 2 1 2 1 1 1 2 1 2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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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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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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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應該還好 然後成產成本我想說愛迪森應該不是商人應該不會考慮這個東西 然後3的話因為我3跟4的話我是覺得 因為愛迪森剛發明這個巫師所以可能 沒有那麼的就是品質沒那麼好所以可能需要 讓他亮度低一點這樣燈是比較難燒的 我覺得他不會考慮到這麼多他能越亮越好大家才會驚豔嘛 對 請公布 正確解答 妳知道為什麼狐狸 要將頭插進雪裡嗎 小偶 也是因為姿勢太醜 所以我也是會這樣 搞不好其實她的 妳的旁邊 妳的旁邊 對 她覺得 旁邊的狐狸還鼓掌 好漂亮喔 可是她那個 頭摘下去就看不到她的臉 搞不好是看 她就不想看臉 妳看她露出來就是 交配的地方 對 我覺得她不會考量到這麼多 她能越亮越好 大家才會驚艷 對啊 請公布正確解答 1 怕太亮大家不接受 我就說 因為大家太不習慣突然變 我迎榮中英 突破一題了 來 請解說一下 1879年 艾迪生發明出烏斯電燈泡後 便開始向大眾推銷 但當時的人 大多使用煤氣燈 為了怕大家一時間 無法接受電燈泡的亮度 艾迪生便將烏斯燈泡的亮度調低 等到世人接受後 再慢慢調亮 度過了開賽的掙扎階段 政大終於在第三題拿到分數 他們能否就此覺醒 一路邁向晉級的目標呢 今天答題有如神助的宜蘭大雪 在生物題的代表選擇上 似乎遇到了困境 他們能否再拿一分 將比數擴大呢 來 請出題 請注意以下畫面 為狐狸倒栽蔥的影片 請問 狐狸為了什麼 插進雪裡呢 1.躲避敵人 2.求偶 3.獵捕食物 4.向同類求救動作 請作答 這次大選很喜歡跟別人選不一樣 這個政治理念永遠跟大家不一樣 對 他答案沒有一次跟大家一樣 謝美妍 這個沒看到選不一樣也難 來 先試的是 與同類求救動作請說 我覺得 因為他把那個頭放進去 他沒辦法躲避敵人 他上半身還是在 他不是放進去 他是整個插進去 整個是 對 而且很準的不傷到 對 所以我覺得1.是不對的 然後 球偶的話 基本上我 就是球偶通常會 可能應該會有點美感的動作 可是他是一個 不怎麼好看 很粗陋 然後 3.的話 獵捕食物 我記得狐狸比較偏 雜食性 那剛剛在一個雪地裡 他通常會就是破冰下去 可能是抓魚 那我沒有印象說狐狸會吃魚 所以我是利用3.去把手選去 天然地都沒什麼人吃 你看旁邊都沒有植物 他不吃魚吃什麼 對不對 不過沒關係選擇4.就是跟同類求 與同類求救動作 求救動作 求救動作 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我做這個動作 然後是在叫你幫我 叫他幫他 是這個意思嗎 可能吧 因為我是刪去牌 所以第四個也不刪去 還是同類求救於他 他需要把它咬出來 不曉得 所以他是掉下去的 他是被救人 還是求救 我給同類求救 就選擇4. 那個 我是一個一個刪去 然後躲避敵人 我覺得他鑽到那個 血裡面應該會凍死 所以我就刪掉 然後求偶也是因為姿勢太醜 所以我也是刪掉 我們自己覺得很醜 搞不好其實他的 他是很優美的 對 他覺得 旁邊母狐狸還鼓掌 好漂亮喔 可是他那個頭摘下去 就看不到他的臉了 搞不好是看別的地方 他就不想看別的地方 你看他露出來 就是交配的地方 對 然後與同類求救的動作 我是想說就是 他頭埋進去 其他狐狸要先想辦法 把他拔出來 就是因為 應該是不對 所以就選3 好了 現場有沒有補充的 有沒有看過這個影片的 都沒有 好 有兩種答案都選完了 請公布 正確介紹 3 獵捕食物 這是我看到的 真的很可愛 因為他是整個的 整個全部都是雪 然後很多研究 就很舊研究員會就看到 他們就很多 就走走走 然後突然停 然後他的耳朵有點動一動 動起來 然後就突然 然後上來之後 就有老鼠 可是那個洞是他挖好的嗎 不是挖喔 不是挖喔 他就真的是完全是平的 完全什麼都沒有看到 然後呢 然後就突然就 就 他是聽聲音去抓那個 沒有動 完全沒有動 有沒有抓起來 有沒有抓起來 後面沒有動作 還是 後來為什麼沒動作 因為這次已經撞死了 只有石頭 很可愛喔 很可愛 這個不是冰河耶 這只是 就是雪地 可能底下以前是植物的 就被雪蓋過去 他真的沒有植物可以吃了 聽說很厲害 其實他們用耳朵聽那個 那個老鼠 不只是他的位置在哪裡 還有他多深 對 要不然這個雪地 他早就餓死了 對 就絕肌了嘛 就不會有了 所以是獵捕那個甜鼠這些 OK 接下來是英文題 請做準備 英文題 我保證接下來都不叫你吃 最後一題 幹嘛 給你狗 好 好 好 加油 請出題 英文 好 好 聽說大學 又跟別人選的不一樣 好奇怪喔 真的很奇怪 很詭異耶 來 林建如 你選二 為什麼 因為 GoDutch感覺就是 就是他 因為感覺就是他們 荷蘭人會很有錢吧 才會說那我們一起就是 均分這樣子 就是感覺他們 因為他們是最大的購物市場 然後所以他們累積資本 所以他們才會說 那好 那我們分錢這樣 有可能 荷蘭人有最大的購物市場 但是有錢應該就是你請 不是一起分 可是他們雖然有錢 但是也一樣要共同分擔嘛 他講的最早 最早的原因 對 我以為的原因 其實不在裡面 妳講 妳應該猜理財吧 沒有沒有沒有 我以為 因為我們常常說GoDutch GoDutch 就是平均分擔嗎 對 平均分 然後我以為那個是因為女生 在荷蘭的女生的位子 跟男生是比較接近的 就是比較老 地位 對 地位 因為以前那個時候女生好像是 就是在家裡 男尊女卑 對對對 然後所以我以為 在荷蘭那個時候的女生的位子 是比較高 也有那個女王啊 所以GoDutch就是 女生也負一半 男生也負一半 但是這個選項沒有 沒有這個選項 所以我不知道會選什麼 那台灣大學選四 荷蘭人善於理財 請說 就是我覺得是跟剛才主持人 Janny剛才講的 就有點類似 就是因為荷蘭人可能本身就是做生意嘛 然後就是可能對錢這個事情就是 就算得比較清楚這樣 然後就我想說 有時候我們出去吃飯可能就是 就是會比較難分攤 精打細算 比較難分攤那個錢 然後可能就是 就有一個人就是付這樣 然後我想說荷蘭人可能就是 比較會算 所以就是讓他們分 對 他講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要不要 所以要不要占誰的便宜 就是各自付各自的平均分攤 對 所以荷蘭人善於理財 是選擇四 選擇三的有四位啦 李毅全 宜蘭大學 來 你來講 我記得荷蘭它有很多的英文稱呼 那大曲這個意思好像有點貶義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三這樣子 就覺得英國人覺得荷蘭人很小氣 對 為什麼要平均分攤 要不你請就是我請 是這個意思 對 好 請公布 正確點 大家認同的知識 一定是正確的嗎 漫月眉 是利用何種方法 辨別品質好壞 一票都選三 我又表示他們還滿有常識跟知識的 漫月裡面果實的重量 水分的重量也會影響它的密度 那它如果沉下去跟浮起來 就會影響它裡面的水分多寡 我覺得大先生是看到 平常都要看這個問題 現在怎麼分 就是用一台機器 我記得荷蘭它有很多的英文稱呼 那大曲這個意思好像有點貶義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三這樣子 就覺得英國人覺得荷蘭人很小氣 對 為什麼要平均分攤 要不你請就是我請 是這個意思 對 好 請公布 正確解答 3 英國人覺得荷蘭人很小氣 有四個學校各獲得1分 哇 現在最高分的呢 就是中正跟宜蘭各4分 政治大學還是停留在1分 下面一題是農業題請準備 農業是不是 就是 農業 你感覺吃很多東西 贏別人不能贏的東西 不然每個人都打他看你上去 那農業打 有人 有人特別壞農業 農業 好 加油 不要跟他想太遠 好 不要跟他想太遠 謝謝 請準備 請出題 請注意以下畫面 畫面中所看到的 是漫月眉採收的照片 採收後的漫月眉 會利用一種方法 去辨別品質好壞 請問 一 漫月眉 是利用何種方法 辨別品質好壞 一 彈跳力 二 紫的多寡 三 浮水力 四 顏色深淺 請作答 一票都選三 表示他們還蠻有常識跟知識的 這幾位剛剛誰沒講到話有沒有 林祈軒嗎 你沒講到話對不對 請說 就基本上 一我把它刪掉原因 因為如果用彈跳力來試的話 那每個都摔爛了 對啊 那浮水力就是 它的浮力可以 就是它用 如果用重量的話 它裡面 那個漫月裡面 果實的重量 水分的重量 也會影響它的密度 然後它如果沉下去 跟浮起來 就會影響它裡面的水分多寡 或者是 對就是它內在的 可以用浮力來辨別 所以好的是沉下去的 這個我就不決定 沒有 好 我覺得大家是看到那張照片被誤到 什麼 我會選E E 彈跳 你看它怎麼彈跳 因為現在怎麼分 都是用一台機器 我有看過那台機器 它就是一個 像一個這樣子一個slide 然後你就會看到那個 那個 蠻遠 蠻遠眉 就這樣子動動動動動 動下來 有的不會彈就不要了 彈得越遠是越健康 然後有 有一點 暖暖或是不健康的 它就這樣 就不會跳 那為什麼在水上呢 它不可能在陸地嗎 那個 那個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張照片我不知道 可能是拆完 摘完的時候 就洗一洗吧 我不知道 因為我去採訪過那個菱角 菱角 賣的菱角 菱角有的會拿來煮排骨湯 有的會在路邊 就沙沙的來加 那什麼樣的東西 可以煮排骨湯 什麼東西 可以在路邊賣那個 真好的菱角 黑黑的那個像牛角 後來我們看到重菱角 它就是放在水裡面 沉下去的呢 就是可以煮排骨湯 浮起來就直接在那邊 撒起來 因為是沒有 沒有 浮起來比較好 沉下去的比較不好 是沒有渴 沒有打開 有渴 因為有渴外表 看不出它好壞 對 所以你看它沉的跟浮起來的 對啊 但我所有覺得這個也是跟浮水的 不然在水邊做這個實驗幹嘛 對 這個是 我覺得真的是 可是妳說妳看過呢 我們就沒辦法跟你爭辯了 但是也許是在前面 妳是有先浮過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確實是有看過 那一台機器是一個斜斜的 然後妳就看到 很多就 你看有 2 4 6 7個 7個人 7個人在那邊做 又不知道以為他們在滑水比賽 對 好 我是比較支持浮水的 但是他說不實施彈跳力 請公布 正確解答 1 彈跳力 來 請解說 看來大家都被照片所誤導了 水收是蔓越莓獨特的採收方法 由於蔓越莓果實中有空氣 果農在採收前 會將蔓越莓田注滿水 然後開著打水車打擊水面 蔓越莓就會脫離藤蔓 浮出水面 是最有效率的採收方式 而採收之後 如何辨別品質好壞 則是靠彈跳力 發現這個方法的是 紐澤西第一位蔓越莓果農 他將果實倒入地窖時發現 品質差的蔓越莓 彈沒幾下就會摔爛 但品質好的 卻會一路彈到地窖底 雖然現在都是用機器來分類 但原理依舊是利用彈跳力 今天的比賽 大家實力都很接近 更有多索學校 分數產生拉矩 接下來的國問題 雲林科大會如何應對呢 請出題 蘇氏喜歡研究佛學 有天在打坐時 覺得自己 又達到了更高的境界 就寫了一首詩 送給住在江水對岸的佛印 誇耀自己的修行 讓內心 已經是巴風吹不動了 後來佛印 回送他兩個字 讓蘇氏看了 馬上坐船過江去找他 請問 佛印寫了哪兩個字 讓蘇氏馬上過江去找他 一 放屁 二 乳肉 三 哀鳴 四 可悲 請作答 都選一樣的 都選放屁 好 今天我們很多放屁的主題 對 牛放屁 剛剛沒說到話的應該是 中正大學這位林同學 來請 妳請說 就是 其實我是用猜的 因為我想說 就是 感覺蘇氏看到這兩隻就很生氣 所以才會馬上重去過江找他 不然的話 其實好像也還離蠻遠的 也不會這樣過去吧 放屁就放屁 我過去幹嘛 對啊 不過這個一定是講很難聽的 這裡面沒有難聽的 只有一個放屁是難聽的 那放屁是現代人才會講的故事嗎 放屁 放屁 妳在放屁 對 以前也會這樣子講 他有他的典故 但是誰能解釋嗎 都可以 來 邱子媛 就是 蘇氏就寫那首詩 他就覺得很滿意 然後他又寄過去 然後佛林就回答放屁 然後蘇氏講我寫得這麼好 你怎麼會這樣說 他就很生氣 一扁就衝過去了 然後佛林就問他 你不是說八風吹不動嗎 怎麼一扁就打過江了 然後蘇氏就很慚愧 對 他說他現在心裡已經非常成熟 所以也撼動不了他 他光講了放屁 他就馬上過去找他 所以表示這個根本沒有練就 對不對 請公布正確解答 1 放屁 好 台大召集人邱子媛 從開賽就展現優異實力 至今一位隊伍拿下三分 儼然是台大的頭號正將 但比賽眼看就要結束了 賽前較為低調的中正及宜蘭大學 半路殺出 各得五分 站上平台位置 台大還有機會追趕他 我一開始就講他那麼照 就全部都是他打 我們找到這一集 都交給他 不是吧 就盡量 他是我們蘇建長第一名 不要這樣 已經有兩組五分的了 看你們都達到六分了 請出題 說曹操 曹操就到 一時當我們討論到某個人 某個人 就這麼恰巧地出現了 而其典故 是來自曹操 恰巧地出現在某個時機 請問 說曹操 曹操就到的情況 是下列何者 請問 說曹操 曹操 曹操就到的情況 是下列何者 1 救駕皇帝 二 说曹操坏话 三 皇后生孩子 四 皇上下旨 请作答 只有中正大学选二 为什么来 林同学请讲 说曹操的坏话 它就出现了 请说 因为就是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感觉好像 就是有点比喻 就是说我在说那个话怎么就来了 那是现在人在用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应该当时还是有关系 而且旧嫁皇帝 曹操好像没有什么 就是旧嫁的事迹 然后皇后生孩子 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皇上下旨就是 因为如果是曹操当权的话 皇上下旨的话 应该是曹操写好那个之后 拿去给皇上盖宅 那你有听过曹操 假天子以令诸侯吗 对啊 所以说应该是曹操 他已经把诏书都弄好 才给皇上盖个章而已 所以不可能是皇上下旨 那他怎么有机会来假天子 我记得那段历史就是 那时候皇帝 他就从长安逃出来 然后那时候他就跑到洛阳去 然后那时候 皇帝身边的人就开始讨论 要找谁来就是来救皇帝 然后就聊一聊可能就 因为曹操那时候也在中原 好像也在附近 然后可能皇帝就聊到曹操 然后那时候曹操也有得到这个情报 就是皇帝逃出来 所以他也就跑去救皇帝 对啊 因为他群臣在讨论 曹操心里想说 如果救了他 把他安顿好 将来他就夹天子以令诸侯 所以他夹天子以令诸侯 只有这个原因 才会让他变夹天子以令诸侯 所以肯定是救驾皇帝 请公布 正确解答 1 救驾皇帝 好 中尊大学好可惜 已经有了六分 这一所大学是进六分的 那就是宜蘭 宜蘭 吴景茹 你们这一队今天赛事就完毕了 您先请上学 你们这大一 今天都先闯得六分了 其他有五分 五分 五分 两分 五分 很可惜没有进到六分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这五所大学呢 必须要派代表来进行 败部复活 很高兴今天能够第一个 成为第一个晋级的学校 然后希望明天我们能够继续加油 继续能够为学校增加 谢谢 然后赢得十万元 谢谢 现在有五位同学 我们只有三位 今天要淘汰两位抢答题 请准备 请出题 请问 天气冷 会发抖是为了 一 身体遇寒 二 减缓水量流失 三 降低血糖 四 没有功能 李宝宁 李宝宁 身体遇寒 身体遇寒 对合作 恭喜 好 李宝宁请上 对 但是自然身体就会遇寒 跟起鸡皮疙瘩是一样 对 你的肌肉会这样子发动 就有点小小的运动 对 还有四位 请准备 请出题 台风登陆前 婆婆妈妈 都会积极采购叶菜类的蔬菜 请问 这是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 一 风俗习惯 二 林玉文 来 麦克风 因为台风过境的时候 剧烈的天气变化 会摧毁农业 农作物 然后造成工产的地方 他们产量减少 而造成他们的价格 我不是要你解释 这不是胜润题 你的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因为菜价会飙涨 所以会预先囤积的心态 这个也太长 没有这种答案吧 一个答案吗 对 就是一个四个字答案 就那种短短 我跟你讲 你听我讲 来 我们念题目 念到刚刚那样就好 从头念 一 风俗习惯 OK 停 答案就这样 预期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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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错 真的有 预期心理 第一是风俗习惯 第二是预期心理 第三是个人的收入 第四则是广告 这个厉害 领悟差 你是怎么想到 人呢 好上去 预期心理已经要上去了 好好快 是 这个没得讲的 预期心理这个没得讲的 他就已经 连所有字都没有 观众可能看他 你一个字都没看到 三位加油 再就一位回来了 请准备 请出题 请问 下列何者 不属于化学变化 一 铁生锈 二 食物被消化 三 灯泡发光 三 灯泡发光 灯泡发光 对或做 恭喜 不属于化学变化 来你要解释一下 那是属于什么变化 我想应该是物理变化 酒变酸是化学变化 也是化学 铁生锈肯定了 食物被消化也是化学变化 被我们消化也是化学变化 有有有 就吃进味也消化 对 因为我们自己会发一些 消化剂 消化 消化的东西 对 所以演讲 吃到味也算消化变化 好 蔡英翔恭喜你 请上 今天有两位 本来很可惜啊 这次大学还好 不然就三分了 中正本来 5分了 领先到5分 他如果6分 今天就不会产生这个局面 可是他在5分就停止了 比较可惜 林健如 政治大学 唯一一个男生 你要淘汰了 没有 我觉得今天可以 因为那时候我抱的时候 我没有想说会录取 所以今天可以要在这边录影 我觉得很开心 对 然后就可能就是想太多 在答题的时候 对 那就是希望我的队员们 可以撑到最后一集 就是 就是虽然被淘汰 但是我希望我的 就是队友可以加油 对啊 就是你们很棒 你一定可以拿到十万块的 对啊 今天陪你来的是 是妈妈 未来还有机会 再来挑战 所以加油 他个人淘汰不代表他们学校淘汰了 他们还会在场外加油 今天只淘汰一位 你很难过对不对 没有啦 就是 因为刚才5分的时候 就是是我自己没有打好 然后害我们错失机会 然后觉得就是很抱歉 我刚一直在播喔 宜蘭跟中正同分 这帅先进入5分 结果没想到宜蘭6分 中正没有 所以这个是高分落榜 结果在拜不复活又淘汰 比较遗憾 不过谢谢两位来参加 谢谢你们 欢送一下 今天的第一天赛事就非常精彩了 几乎同学的智商非常高 没有选项都暗了 所以这几天赛事非常紧凑的 恭喜28位过关者 金头老明明见 中正大学 无疑是令人最恶腕的队伍 这样的高分落败 能否更激发他们夺冠的决心呢 中正大家都很棒 然后就是不好意思 我要先离开了 然后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 然后你们也可以帮我们 赢到10万块了 大家加油